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我们星期六的剑惠单条赛 观战班的话还是我们 天元第一 偷袭玩轩狗事业 第一面的话是我们雪山的一个百万级别的 一个斯多宁啊 天总现在的话 哦 说错了 轩总 不天总 轩总 好吧 因为分段高的话 我们得特殊待遇不能叫轩狗 轩总 轩总这边的话 现在打剑惠单条赛分段也是比较高 所以切的对手也是稍微比较厉害一些 好吧 对面的话是一个青花池啊 对不对 在雪山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 斯多宁 观战班的话 在全服都是比较出名的番村山 兄弟们都懂 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对吧 对面的话带的是 法宝开啊 观战班的话出了一个 孩子 对吧 一个配数加一个孩子 前面三回合 观战班的节奏非常好 不过观战班的话硬件不行 可能说对吧 前面一百回合 都空的特别好 一百零一回合没控住 一把就七七四名打了 就有这个可能性啊 兄弟们 比赛第五回合 对面换顺法 这边的话观战班 宝宝有神 观战班不出那个子龙 那个单击救助还是挺稳的 有一所以也配出给自己顶个药 对面有催眠节奏啊 对面有催眠节奏啊 还是空的挺稳的嘛 对面宝宝有神诱啊 运气的话也在对面 对面有硬件有运气啊 OK 那对面的话 下一波出不了手啊 观战班宝宝有高鬼魂 给宝家分关了 出了一个子龙单击救助 被迫催眠了 下回合也出不了手 因为断回合数了 没有再同一回合 观战班要封对面 封失魂 因为产生面弓宝宝比较多 封的失魂 没有封催眠很细节 对面也来了一手破水宽弓 对面也很细节 观战班宝宝有神诱 那还行 现在这种 翻寸的分关宝宝有神诱 我跟你说贼恶心 真的 我感觉这把 不出特别大的披露的话 我觉得我们宣种的话 应该拿下对面百万几十多年 不成问题 OK 催眠宝宝 宝宝也给你催了 就按道理来说的话 孩子没有高 就孩子能被翻寸封的话 我觉得 对面 说句心里话 对面有弱点 不能说对面菜啊 一般来说的话 孩子有高级神器 被武装冠封很正常 对吧 你被翻寸封的话就不正常 哎呦 我操 我宣有地听了呀 只能观照天下 炮哥说我宣总没有地听了 那现在是得叫宣总了 这都有地听了兄弟们 哎呦 听哥有有虚迷吗 这个伤害 感觉 好像这个伤害 不太有虚迷啊 反正不管有没有就是有 好吧 哎现在可以啊 我宣都有地听了呀 兄弟们 再招一个 哎呦 到最后还是要找大地心肝 对吧 第一听的话没有虚迷的话 还是没有大地心肝 好用啊 大地心肝的话 还是要稍微好用一点 兄弟们 战哥起 这我宣总直播的战哥 风卷成杀起 是吧 我经常看我宣的直播的 OK16回合 恭喜宣总